今天5月16号是教师节 副首相那都斯里阿莫扎西 促请教育部严正看待现有的教师服务计划 确保教师福利会更好 阿莫扎西表示 每年通过庆祝教师节 给予教师各种肯定及赞赏 但是对于教师所付出的贡献 还是不足够 而是教师在培育人才和建设国家 的贡献给予高度表扬 阿莫扎西表示 教育部应该给予教师应得的报酬 他呼吁教育部关注现有教师的服务方案 他有信心当国家经济复苏后 教师的福利将获得改善